我們看到這次的峰會上 我們要特別來注意到的是幾位元首 南韓總統飲食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還有中國國務院的總理李強 在會後 他們針對了幾個議題 包括了東協、中東、俄烏、北韓議題 什麼都談了 但是注意到了這一次的議題上面 就是沒有提到比較敏感的台海問題 這次李強在會議上也特別強調了多邊主義 還有維護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安全 當然大家也關注到他們會談的朝鮮半島的和平 不過這場會議其實已經睽違四年多來 舉辦了三邊峰會 刻意隱藏重大分歧的台海問題 我們要來看到是說 這是岸田跟尹錫悅特別做面子給李強嗎 如果是這樣為什麼要這麼做 還是520之後中日韓現在 對於台海的現狀會有新的一番共識了嗎 劉老師怎麼看 不過這次的會議 他們刻意沒有談台海問題 其實在會前就曉得 就大家一般的評論都曉得 第一個這次會議 就是你說四年 回歸四年第一次有著三國領導人的會議 其實四年前都不是他們這三個人 三方的領導人都不是他們 那麼這次會議 大家覺得我們面臨的是經濟問題非常嚴峻 我們曉得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很嚴重 韓國的通貨膨脹的問題也非常嚴重 當然日本本身的經濟也一直起不來 然後你想想看日本的首相岸田文雄 他的支持度也低 尹錫悦的支持度也低 大家都在這麼低 大家都想搞經濟的時候 所以人家都看說 那你們三個基本上也是 是不是能夠推動中日韓三國的自由貿易區 自由貿易協定 也就是在會前他們就設定說 三國能見面 能見面 象徵意義本身就是一個成功 然後第二呢 現在大家都面臨了高齡化 大家都面臨了經濟的問題 所以當務至極是經濟問題 那所以安全問題呢 各說各話嘛 因為講來講去 每一次都是這些話嘛 對不對 每一次這些話 每個人把自己的紅線表達清楚以後 然後更快就轉到經濟問題 所以這次倒沒有特別覺得說 因為是給李強面子或者怎麼樣 而是說這些經濟問題的重要性 其實遠超過我們現在考慮到的安全問題 美國真的是現在最擔心 就是中日韓整個關係越來越好結盟嘛 不過我們現在要看到關係到 這三國的緊張情緒 在這場會議上面 我們似乎看起來有比較降溫 尤其有一個議題 大家再次的重申了 就是北韓無核化 這個是有共識的 大家也在關注接下來 會不會透過這一次中日韓之後 他們就會來主動聯手對北韓 一起來出招 劉老師怎麼看 這個問題分成兩面來看的話 第一個就是 北韓的問題或者朝鮮的問題 那他們當然非常關切 他們有都一致的共識 那麼朝鮮半島要無核化 北韓的問題對三國安全造成威脅 但是你說他們會不會聯合出招 我覺得這就有待觀察了 為什麼呢 因為你想只要北韓的問題還在 那麼中國大陸對北韓的影響力 雖然中國說我沒有影響力 各國都說你有影響力 所以北韓作為一張牌 也可以讓中國有更多的外交籌碼 籌碼 對 所以在這裡面 而且你看看 其實三國跟北韓的情書程度 本來也不太一樣 當然別忘了三國再往後面還有美國 美國那邊還要去在整個操 還操縱日本跟韓國 所以這是一個點 但是更重要的是你要考慮呢 中日韓三國的這個峰會 它其實後來還有一個很大的一個重點 就是說要連結跟東協國家的關係 就是東北亞跟東南亞去連結 那麼在中間你可以看到他們講到 比如說這次他們講 這次聯合公報上講什麼 講說他們關心的 比如說貿易的問題啦 氣候的問題啦 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這都現在大家面臨的 非常重要的經濟問題 這個問題那麼在中日韓峰會的前幾天 在5月23號的時候呢 你可以啊就是日經啊 在東京開了一個未來亞洲的這個會議 那岸田文雄在未來亞洲會議上面 播化他整個亞洲的這個計劃 就強調說我今天跟東協怎麼樣 加強關係 他強調說他脫炭 亞洲脫炭 他怎麼樣領導亞洲 他談到這個電動車的問題 怎麼跟東協有電動車的策略 然後來對抗這個中國 或者韓國的布局 然後還有呢就是數字化 那日本要幫東協在5年之內 共同培養10萬個高階的數位人才 對 然後後來講了一句話 他說我馬上就要開始中日韓峰會了 那中日韓峰會的結果呢 那我把它推廣到這個 這個中日韓以外的地區 所以他們腦筋裡看的是中日韓 腦筋想的是東北亞跟東南亞的結合 也就是剛剛建長所講的 整個亞洲的布局是這樣端出來 所以在亞洲的布局端出來 你可以看到未來亞洲會是什麼個走向 而不全是說中日韓三國 我們去對付北韓 那這把問題想小了 因為它更大的一個格局 更大的布局其實在後面 中日韓走向整個東協都合作在一起 美國現在把重心從中東移出之後 中國大陸持續的和加大 在中東地區的外交 還有它的影響力 最新進度我們來看到 即將會在5月30號這一天 中國阿拉伯國家的這一場合作的論壇 部長級會議即將在北京正式的舉行了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的總統 我們看到這一位是穆罕默德 還有埃及的總統塞西 再來巴林國王跟圖尼西亞的總統 也都會出席在這一場會議的當中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他說今年是中俄合作的20週年慶了 那麼也會為此會議成為彼此合作的一個精緻品牌 並且他強調了樹立了南南合作上面的一個重要典範 中俄我們知道在這一次的中俄雙方喊出了全球南方的合作的計劃 促進彼此在各方面的合作 這一次北京又是如何透過和中東合作進一步穩固在中東地區的話語權 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的它整個外交影響力要如何做 劉老師怎麼看 對 我們曉得這一次中國大陸跟阿拉伯聯盟的合作論壇 習近平會議去講話 習近平會議去講話你可以看得出來 這表示中國對加大了對中東外交的整個力度 這從兩個角度來看 第一個這個時機剛剛好 你看5月27號以色列剛剛才對拉法的南部的這些發動了攻擊 發動攻擊你說45個死亡的200多個受傷 全世界一片譴責 一片譴責然後發現誰也治不了以色列 那時候國際法院在上個禮拜五就告訴以色列說 你不要對拉法進行攻擊 那以色列找理由解釋 他說國際法院只是叫我不要做種族滅絕的攻擊 我也沒有做種族滅絕 所以我這是自衛 美國也沒辦法拉住以色列 誰沒辦法拉住以色列 那麼在美國在中東逐漸逐漸的好像沒有什麼影響力的時候 中國大陸說那我來想想辦法看看 所以你可以看得到這個時機正好 所以我們在等著看在這個開會開出來 因為當然你這個會是之前就決定的時間嘛 你也不曉得以色列5月27號會攻擊 對不對 但是以色列的攻擊5月30號中央合作論壇習近平講話 這裡面可以看得出來 你又會對中國大陸提供了一個很好的一個外交的槓桿 一個外交的平台 這是我們他第一個點 第二點就是剛才講他說 那麼談到南南合作和全球南方 全球南方 這個話他不是中國大陸他說喊出來的 那最早的時候巴西總統魯拉在上一次當總統的時候 他又講說他做全球南方的領袖 然後魯拉兩任總統做完了就卸任了嘛 卸任這次當然在出來中又隔了一段時間 隔了一段時間誰出來頂這個空檔呢 莫迪嘛 那麼印度總理莫迪 他說我是全球南方 巴西這個要做全球南方 印度要做全球南方 那中國說還有我咧 我也是全球南方是吧 那全球南方呢 但是你想在全球南方的它的整個世界觀 其實不太一樣的 不太一樣的 中國大陸的整個世界觀是多級的 全球南方是一切是北方南方南北的這個世界觀 美國是東西兩個陣營的世界觀 這世界觀是不太一樣 不太一樣所以雙方都還要在競爭 那你看看我們講說全球南方 那麼雖然莫迪講全球南方 但是呢北方國家 比如說G7國家七大工業國 他們就避免用全球南方的提法 他可以說我可以關心你的議題 你的氣候 你的疫情 你的債務 那麼如果說你要相對全球南方 那那些人就是全球北方嘛 那你有聽到人講全球北方嗎 沒有吧 這是過去有講南北關係 但是現在說盡量說 不要讓你們真的變成一個block 可是問題是他們真的block裡面 一個集團裡面呢 這個中國啦印度啦 就還要在競爭 還在競爭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想 那麼我們說在5月份的時候呢 我們前面講說5月23號 這個亞洲未來會議 那麼印度的外長蘇傑生 在這個視頻的一個錄影的 在講話裡面也說 印度他要跟中東建立關係 他要跟非洲建立關係 他的整個局鋪出來 他說我是全球南方 所以你說從全球南方來看嗎 我倒覺得說從中國在中東的整個 是影響力佈局來看 其實比較跟貼切一點 行動支付啊電子商務AI 這些非常新的概念 現在中阿之間都有合作 我們繼續請教老師 合作的原因當然也是因為中國 它對於中東的這些外資 是毫無保留的 但是相較其他的國家 中國大陸真的是比較警戒啊 為什麼對中東毫無保留 老師 我看到事實上在美國跟中國大陸 打這個貿易戰或競爭的情況下 你看到這個美國或者歐洲 他們的錢進到中國大陸 或中國大陸錢進到他們都在審 全世界都沒有說審的這麼多 平常就說我就是單向的說 中國的錢進到美國我審 現在美國的錢如果投資中國大陸 他也在審啊 那於是照著中國大陸呢 在這種情況下 他FDI就外國直接投資 他不斷地下降 不斷地下降 所以這情況下 那當然他就希望有更多的開放 更多的外國投資來嘛 所以從這樣的一個情況來講 他當然是說如果你 我們剛剛講的前面 政治已經有那麼多的一個鋪墊了 那麼我希望跟中國發展的關係 我當然不可能去限制 中東的各種資金嘛 剑長又怎麼看 美國現在正在跟中國 兩個正在爭世界的霸權嘛 就是誰是老大 那美國之所以是世界的霸權 它有兩個武器 一個美軍 一個美元 所以美軍 現在中國大陸的軍事力量 也慢慢強大起來了 這是你可以看得到的 但是美元跟人民幣 人民幣還差很多 對 那如何讓人民幣也能夠起來 慢慢起來 我覺得這是中國大陸現在的眼光 那它如果讓人民幣 將來能夠超過美元呢 就是讓它各種的 就是寬鬆一點 那你寬鬆你要從一個地方開始做啊 中東我覺得是最好 中東開始嗎 中東因為它有很多的石油 來來去去它的錢 有多大的潛在這流量 我從你開始做起 如果你這裡做成了 中東就可能影響到很多 地人政治 內中之爭 戰略價值 強權崛起 小國生存 現在與未來 共新世界的走向 掌握世界脈動 全球觀點 正在環球大展現 半世界章 全球觀點 全球觀點 有了 其實真的變得很老 怎麼進來